台中之美 将从特有的文化活动开始探索 2015年秋天 台中市政府文化局 借由七个大型艺文活动来推广台中 创意台中与清水眷村文化园区隆重开幕 不一样的内容呈现 继续推广台中文化 在闹中取经的眷村 老房子 茶饮摆设 音乐 艺术 这些文化融合带出独树一格的气息 很多人容易把本土性或者是在地化 跟国际化当成一个对立面 其实它是一体两面的东西 也就是说在一个地球村时代的来临 整个世界的舞台都在同一个平面上 隐藏在眷村某个小角落的老房子 经修复后 活化利用 化为季风测电 保存眷村文化空间 展示各式老书 地方文学 文史资料 结合结合在地眷村文化 和早期引进的欧式咖啡文化 让民众 都有它的每个阶段不同的特色 台中悠闲的下午茶文化 融合日式西式和在地下午茶体验 即使身在台湾也犹如在国外 透过四间主题展间 文化局提倡台中独有的悠闲文化 眼前看到的热闹假日市集 借着特色手作商品宣传当地文化 极力推广创意文创元素 我们主要的产品就是这个 全方位神奇积木 全部都自己开发了在地生产 只有这三种零件 就可以组成一个陀螺了 我觉得刚好有 那个清水它有提供这个平台 那就是究竟有很多的手作家 他不需要那个舍近求援 到别的地方去 我觉得我们这个清水的眷村部分 应该可以更特殊 就是说它的创新啊 它的文创之类的 它的园区的那个风格可以更独特 之后走出眷村 陆陆续续将会举办 唤醒专属于台中的 历史人文记忆的旧城生活节 为新社休闲农业注入 深刻的文化意涵的 白冷寸文化节 首度举行的妈祖公仔设计比赛 征建成果展及大敦美展 那当然我们下半年度 整个台中市府最大最大的活动 就是第一届的台中花独艺术节 台中花独艺术节呢 结合了原来的这个 我们的光雕艺术节 光影艺术节 还有呢 原来的这个节式 节式音乐节 多元的文化内容 不同的文化亮点 呈现独树一格的人文台中 我觉得台中是一个资源 很丰富的地方 环境也非常的好 那所以现在也非常多 国际的这些作品 在这个整个台中的城市 那我觉得 未来的创意产业的推广 是有更多的机会 能够跟这个国际的一些单位 或者是国际的一些活动来接轨 文化就是要做生耕 我们透过各种方式 让我们的市民朋友呢 能够来体验各种不同的文化 从文学 从美术 音乐 表演 艺术 甚至社区或者是文化资产 那重要是要来改变 我们市民的文化素养 这才是呢 我觉得是文化局最重要最重要 而且永无止境的工程 让我们市民的文化素养提升之后 整个都市 它的文化环境 才会真正的改变 文化一直在伴随着我们成长 而我们也同时在生活中体验着它 不妨有机会抽空到台中 来个轻旅行四处走走 亲身感受一番吧 创意城市 生活首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